又有一周没有做面包了 今天就给儿子做一款可爱的卡通吉吉面包吧 前几天做翡翠冰皮月饼的时候 我两个儿子都特别喜欢那股斑兰叶的清香 所以今天就用家里剩下的斑兰粉 再给他们做一款斑兰味的面包 做这款面包所要用到的食材 我都会打在字幕上 你们可以自行截图保存一下哦 今天我还是用的厨师机来揉面 如果家里没有厨师机或者面包机的话 可以翻看一下我前两天发的手揉手套膜的教程 正常用厨师机揉面的话 差不多加入黄油以后 再揉十分钟就可以出像这样的手套膜了 揉好的面团我们需要将它盖上保鲜膜 进行依次发酵 面团我们只需要发酵至两倍打 夏天发酵得比较快 一定要注意不要发过头了 发酵好的面团我们将它取出 用按压的方式拍一下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将面团等分成八个小剂子 将每个小剂子都团成小圆团 我今天用的是一个八寸的烟囱模具 如果没有的话 用其他模具代替也是一样可以的 模具中的面团还需要进行二次发酵 同样也是需要发酵至两倍打 烤箱需要提前预热 用170度烟烤20分钟 为防止面包的表面上色 在烤到10分钟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面上夹盖一张锡纸 面包出炉以后 可以简单的给面包做一些卡通装饰 眼睛和红脸带 我用的是蛋白糖 嘴巴用的是食用色素笔来画的 面包的内部组织非常的松软 带着斑朗味的清香 真的非常好吃 喜欢做面包的小伙伴 一定要去试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我是曼曼 我们明天再见